這個是我直接 現在熟的人就用這做法 就是g0v.hackpad.com 嗯哼 這太小了 沒關係你可以靠近 好 g0v.hackpad.com 然後你就會看說 現在最新的是有哪些 這些一頁一頁都是一些專案 甚至是一些互相有關聯的東西 嗯哼 你看這絕對都卷不完的 因為我們好幾百好幾百個 這底下還可以看更多 show more就更多 那我現在我可以用找的 你可以先用搜尋 你關鍵字搜尋 搜尋你關心的關鍵字 看有沒有相關的東西 像比如說 他沒有分類嗎 沒有這個 他的分類有啦 但是那進階了 我們現在不要交到那麼進階 那個要手動的分類 就是我現在 手動的分類 對我現在打那個符帽 嗯哼 我看一下 你如果搜尋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說這邊 跟符帽兩個字有關的 嗯哼 就有哪些東西 像我那個你被符帽了嗎 就是在這個符帽協議相關 G00B專案裡面 嗯哼 然後我們有一個 就是測試啊 人家測試的意見也可以寫在這裡面 嗯哼 這兩個都是我 我開的這樣子 嗯哼 那你現在如果你有進去的東西 你找不到的話 你就這邊開一個新的 New Hackpad 嗯 我就開一個 我幫你開一個 嗯哼 然後你這件事情 這個事件叫什麼 你要取一個名字 啊我就是那個 嗯 捷運信義東延縣 捷運 信義 東什麼 東延 延長的延 延長的延 延長的延縣 不是 需要嗎 我就想說 捷運信義東延縣 需要嗎 嗯 應該需要吧 喔 你說什麼 我說我認為不需要 喔 你說需要嗎 嗯 那就是 抱歉我剛剛誤會你的意思 反正這個地方你就是 就直接編 他就會一直 在背後就記錄大家編的那個結果 然後你就講說什麼 比如說 呃 我現在打簡單一點 啊 因為那個待會再跟你講 啊 1.6公里 啊 等一下 127億 對不起對不起 我想到了 我幫你拷貝一個版型過來好了 喔版型 對因為有一些項目你寫了之後 別人可能比較知道怎麼幫你 喔 對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 關鍵字是什麼 有點有點模糊 看一下 他有幾種版型呢 欸 我這個找到了 專案構想模板 好 就 我就把這個東西拷貝下來 嗯哼 這個算不錯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模板 嗯哼 然後你就可以看一下說你這上面 你按照他這個 你你你只要登入 我現在用這邊喔 嗯哼 這邊是email 我可以邀請你 嗯哼 你回去就收到一個email 你就可以來這個地方 喔 來這個地方你要註冊 你沒有帳號 你要註冊 他開始的時候會問你 註冊一個帳號 你就可以開始在這邊編輯 嗯哼 你可以改掉別人的東西 你也可以自己再接下來檔 喔 然後像我剛才啊 聽起來像wiki一樣 有有有 但是更簡單 wiki很難編 我自己都很不會編 像剛才這邊是我打的 所以這邊是寫我的ID 嗯哼 這個地方是我從別的地方 考過來的 他留的是別人 之前寫這邊的人的ID 那有ID嗎 有有有 喔在那邊 對對對 所以任何人改了之後 他就會出現他的ID 就是他也是一個貢獻者 所以你可以很輕易看到說 欸這段是誰 誰改 誰改過了嗎 對然後你還可以去看說 所以幾次改的都在上面 對對對 他每一段時間他會 就是備份一次 你還可以回到之前的版本 因為你有些東西不小心刪掉 或怎麼樣 嗯哼 他可以有一個歷史記錄 所以他都要留歷史記錄 對跟wiki非常像 只是唯一的 最大的好處是說 他不必寫條目 對很簡單 你很自由啊 free啊 所以這個就是考來這個型版 就是你 你看大概 看名字就知道意思嘛 嗯哼 問題是什麼 資料在哪裡 嗯哼 開發的資源 你你你可能 現在沒有什麼開發的資源 你可能就是要說 那個 有什麼素材 可以讓別人去做成 比較容易懂的 網路的文圈 比如說你的文章 嗯 我可以告訴他 我的文章在哪裡 對然後 這個畫面跟流程 可能對你來說 也不見得是適用 這每一條 不見得一定都要打 就是看那個專案本身 有沒有要用 嗯哼 然後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結果 是產生一些創作的內容 嗯哼 我們一般來講都會要 你開放授權出來 嗯哼 那我們一般程式碼 就是用一些程式碼的 開放原子碼的授權 嗯哼 那用其他的創作 我們大概是用一個 叫創用CC的嗯哼 只要姓名標示就可以 其他人就可以拿去用嗯哼 那就比較複雜一點 簡單來講就是 你只要別人只要 講說那個來源 是誰做的 嗯我就可以拿來用 這最簡單的一種 創用CC授權 嗯哼 然後這底下就是 一些開發的進度 狀況遇到問題 然後reference 參考資料 你都可以再附在底下 嗯哼 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坑 嗯哼 然後但是 這個坑開完之後 你還必須要 找別人進來跟你一起做 不然還是你自己一個人 那我去哪一張呢 這個我覺得 有時間的話可以問一下 那個雅瑩 她現在已經 她現在已經 已經找到一群人了 哦 你跟她講參加黑客松啊 可是她這個專案比較小 她如果要在那邊一天的話 她其實可以在 不用參加黑客松的時候 她平常在網路上就 就想辦法 我覺得 你就把你的需求很清楚的列出來 你覺得你可能需要什麼 然後就把它貼出來 然後看到 咦 你是在錄啊 然後就是看到 可能有人幫忙的 就是看大家你的需求 有沒有人有興趣參與這個專案 我先 因為我們那時候也是沒有認識的人 然後就只是 就是把 那個自己的需求 很具體的寫出來 就是把這個寫完就是了嘛 對 我先把授權 我寫一個最簡單的授權在這邊 你如果要改 你之後再改 就是創用CC4.0國際 這樣就可以了 那其他我就回去慢慢寫就好了 對 然後 你就把你能寫的寫 然後 這個地方我先加入你 你的email給我 好 那 嗯 現在應該不用錄了 因為